美食是他们的最爱 体重却是个问题 您是否会拖着沉重的体重而苦恼呢 想减掉体重却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节食反弹困难重重 正在为肥胖苦恼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 健康之路减肥正当时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奉献系列节目 减肥正当时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管住嘴 那么管住嘴呢可能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顺当了 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要介绍两位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这位呢是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王璐教授 您好 您好 这位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影视演员李奇 您好李大哥 您好 您平常对胖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中国人很讲究一个老话 这老话就说的好心宽体胖 他们就是说稍微胖一点的人 他心宽 心宽 胸怀比较大 就是什么受气的事在他那可能就不会受气 他觉得无所谓 所以吸收特别好 吸收也未必 这个胖人就未必是吸收好 还有就刚才你说那种臃肿的人 他就属于病态 他那未必是吸收 他可能吃的东西吸收的未必都是营养 他就把一些不该吸收的他都吸收了 那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挺麻烦的事 王教授 您说一下您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胖人呢 比较喜欢美食 喜欢吃 对 不喜欢运动 运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对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好像胖人就是比较喜欢吃 周围的胖人好像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胃口都特别好 请教他李奇老师 李大哥就平常您对吃讲不讲究 要说说到吃 我是比较讲究 什么季节吃什么 过季不吃 什么时候 你比方说 我就拒绝绿色 什么叫拒绝绿色 就是绿颜色的菜 我不吃 为什么呢 在我们小的时候 也很少见到绿颜色的菜 那都是一个季节很快就过去了 那时候也没说了大部分 白颜色的菜我吃 土豆 大萝卜 大白菜 菜花 怎么办呢 你绿菜里边维生素多呀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西北人就特别爱吃 我们叫辣子 其实就是辣椒 辣椒 辣椒里边维生素含量高 他这生活习惯和地域和这个海拔不同 角度不同 你那个生活的地方不同 人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边 你吃这个就补你维生了 你就不要去吃绿菜 那请教一下那个教授 就是您觉得这个吃美食跟胖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呢 胖一定是吃出来的 因为我们说吃了食物多了 里边的能量就多 能量多超过身体消耗的时候 那多余的能量呢 就会存在身体里边 它转变成以脂肪的形式存在身体里 那时间长了呢 脂肪一点一点的堆起来 那就人也就变胖了 那李大哥您觉得就是说 吃东西和您的身材有关系吗 当然有 因为食量大 你比如说我现在差一些了 二十郎当三十岁 就是四十岁以前嘛 我食量很大 因为他需要啊 他工作 他体能消耗大 他就食量大 请教一下专家 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啊 这个吧 说起来容易 你做起来确实比较困难 但是呢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呢 就是要控制的目标呢 要设定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 就你不要期望值太高 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想希望把体重减得很少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减得有多快 长回来的还有多快 那么要采取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我做一些很小的一些变动 我们叫小改善大效果 就是说你很小的变动呢 少吃一点 然后多运动一点 这样的话长期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这个呢 就会逐渐的减少体重 别看减得慢 但是时间长了呢 它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这样一个重量就减掉了 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肥胖是不是跟这个吃东西的速度会有关系 嗯 也有一定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呃 控制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不吃饭 嗯 那这个有一个指挥系统 那这指挥系统实际上是在我们的那个大脑里边 那这大脑呢 它要发这命令的时候 它一定要先获得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谁也在提供呢 就是你的胃的充盈度 还有呢 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些激素的水平 那如果说就是说这个信号在发送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有一段时间的 那这个时间大约在20分钟左右 那如果你吃得很快 这信号还没发到呢 那这个停止吃饭的命令还没发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多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东西 就可以不吃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容易吃的多 所以呢 慢慢的吃饭 这样可以呢 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细细的品尝食物的美味呢 像美食家一样 李大哥 凭着您吃东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我中速度 中速 我是中速 我既不像别人细嚼慢咽 我又不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呢 有一个问题 狼吞虎咽不香 就是吃东西不香 细嚼慢咽也有问题 细嚼慢咽就又又又出来两个字 叫乏味 乏味 就是吃吃吃啥呢 自己不知道 加了个丸子放嘴里 嚼啊嚼啊嚼 本身就是丸子 经过嚼肉机已经很细了 他跟回来嚼啊嚼啊嚼啊 好多人都问他 你嚼什么呢 你 那个时候那丸子已经完全没有丸子味了 但是他要完成一个过程 叫细嚼慢咽 这也是性格问题 我觉得 所以像我正常 您就是中速 中速 我一餐饭吧 我一餐饭基本在 就是正常吃饭 不说还有一个寒暄 我一餐饭在15分钟结束 15分钟 我觉得也挺快的 中速 北京李先生问 我特别爱喝甜水 尤其是可乐雪碧这些带气的饮料 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王教授 这种饮料呢 他的能量就是也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说一听可乐啊 那他大约相当于就是40多克粮食的这个能量 那每天呢 别看这个饮料一听一听的不起眼 但是积少成多 那么多了就一样变成脂肪存在身体里头 那一方法呢 我觉得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喝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像些菊花茶呀 什么绿豆汤啊 淡茶水呀 这相对来说 都是能量 可是我觉得可能那些爱喝甜水的人 可能觉得喝这些淡的东西就 没有味道了 是不是 但是在健康和这个食物的选择中间呢 那一定你要考虑的周全 到底是要想满足了这个口腹的这个欲望呢 还是呢 要选择健康 有的时候平常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人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表明他的身体特别最需要这些东西 有不知道李大哥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那就是说这个这个需求量啊跟他这个营养他是不是成比例呢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我们需求我们饿了那肯定是要吃饭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平衡打乱呢就是你身体里的能量代谢的这种平衡关系打乱了以后 你就会变得越吃越多 越多呢越想吃 这就是说为什么胖人他就容易饿容易想吃东西 那像胖的人呢他的这个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 那么像比如说我们对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就会降低 降低了以后呢那血糖呢就是在两餐之间就会降的 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这时候就饥饿感特别强烈 再一个呢这个血泪当中胰岛素过多的话 他容易帮助你脂肪合成 这些都是为什么胖人就越想吃越容易胖 而瘦的人呢这方面就要好一些 嗯我想请教一下李奇 就是说你有没有尝试过饮食减肥呢 没有 没有啊 绝不 为什么 干嘛呀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您在拍戏呀或者演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因为说角色的需要需要你来进行一些体重上的控制呢 没有这么傻的导演让我去演一个瘦人 哈哈哈哈 他已经是这个 因为这个他已经是品牌了 嗯 我现在也没有拿我这个比方说我胖 没有拿这个胖我很负担 我很难过 嗯 或者我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有思想压力 你看刚才那些减肥那些人 咱们看看这段片 哪个你看专家说哪个都有点毛病 哎呦我这吃了我 后来你看他又是 这就叫疾病心理疾病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 但是呢 咱们这个工作 咱们咱们做咱们搞咱们这个工作 他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吃饭不定时睡眠不定时 所以给给这个报食报饮 他不叫报食报饮 就急来急吃 饭来了 哇 迎来呼呼一吃 干活 嗯 就造成了一个特别不正常 饮食是这样 餐次越少 越容易胖 这样的 对 那个有一个有一些数据的这个 就是显示 嗯 他就是如果你一天吃饭的参数 是在两到六餐之间 那么餐次越少的人群 他的这肥胖率越高 而餐次多的人群呢 他的这个肥胖发生率是低的 这无论在男性和女性都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你把三顿饭变成一顿饭吃 更容易胖 不如把三顿饭 就是按顿吃 中间呢还可以适量的少量的加一些 也就是说把总量的食物尽量分散开来吃 就是这样的效果 减肥的效果要好 对 前面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也说到 在减肥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反弹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来应付这种反弹呢 减肥以后又反弹 往往是就是减肥的速度很快 就是采用这种快速的减肥方法 那他当时效果挺好 减得快 那减得越快 他反弹的越容易 是不是就成正比 就是因为你减肥的时候 那时候你刻意了 就是去控制你的饮食 去控制你的这一些生活方式 但是呢 这些都是让你难以长期坚持的 那你一旦放松了 那么觉得这个希望不大了 这时候呢 你又反过来 所以胖呢 就又跟着你就又回来了 很多人都有过减肥的经历 而且呢 都有这种减了又胖 胖了又减 减了又胖 这种就像溜溜球似的 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你在减体重的时候 尤其是快速减体重 减掉的不仅仅是脂肪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水分 和你身体里的一些肌肉 一些内脏里的一些蛋白质 而你反弹回来的这些重量呢 基本上都是脂肪 所以这样就减来减去呢 让你身体里的脂肪的比例 越来越多 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对健康的损害呢 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 嗯 对 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哈 特别喜欢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王教授 高热量的食物呢 就是脂肪多 那脂肪多呢 它就给食物带来香气 食物的香从哪来 一般都是从脂肪来 比如说我们吃鱼 鱼肚子的那点的肉 就要比鱼的脊背上的肉要好吃 要嫩 我们吃鸡 吃鸡腿就比吃鸡胸肉要好吃 为什么呀 这些部位的肉脂肪含量相对多一些 比如吃饼干 脂肪越多的饼干 酥脆可口 很好吃 低脂肪的饼干吃起来 口味就差了一些了 那如果把饼干里的脂肪成分去掉了 像吃干面粉一样 那就太乏味了 那这高热量的食品 为什么就是容易让人发胖呢 能量多 超过了你的消耗就存起来 就在身体里存起来了 那人家都说就吃了这高热量的食物之后呢 就容易带来一些危害 那么这些危害会是什么呢 那一个是说肥胖会带来很多危害 那么除了肥胖以外呢 另外就是说像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尤其是像这些 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像炸鸡呀 什么的这些东西 他用的那个脂肪呢 有些还是一些反式脂肪 所以这些都是对心血管系统呢 会有一个潜在的危害 我们的记者在搜到一些运动解评者的心得当中 是有对有错 我们先和大家来看看究竟是什么 每一个想减肥或正在减肥的人 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及减肥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大众关于饮食减肥的十大流行说法吧 第一种说法 夏天多吃蔬菜沙拉能够瘦身减肥 第二种 喝果汁代替吃水果能够减肥 第三种说法 吃米面等主食会使人发胖 不吃主食就能够减肥 第四种说法 饭后饭前喝茶可以快速带走餐中吸收的油分 第五种 喝酒吃菜不吃主食能控制住体重可以减肥 第六种 用零食代替主食吃多了也不会怕 第七种说法 不吃早餐晚餐就能轻松减肥 第八种 减肥时淀粉及肉类是不能在一餐中同时出现的 第九种说法 吃鼠容易制肥 减肥时饮奶最容易变胖 第十种方法 吃肉会容易制肥 吃鱼肉却不会的 这些关于饮食减肥的流行说法中 究竟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误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答案吧 我们想听听专家的答案 我特别的想知道就是在这十条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吃主食 刚才那个里面的减肥者也说了 就这个方法对吗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不吃主食呢 主食主要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主要来源 那不吃主食呢 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就会缺乏 那饮食呢 就不平衡 那你不吃主食呢 肯定是要吃其他的东西就吃得多 多吃肉 那多吃肉呢 能量更高 那脂肪也相对来说也多 所以呢 这个不吃主食是不可取的 那还有一个是喝酒吃菜不吃饭 很多人尤其在外边吃饭都会这样 就是喝酒 然后吃菜 最后到吃主食的时候就没有了 就不吃了 那这样呢 也是还是膳食不平衡 那喝酒呢 酒它是一种啊 只能产生能量 而没有什么营养的这样的一种 空能量的物质我们叫 那也就是说你酒喝的多 你能量的摄入就多 嗯 而不吃菜 就是只吃菜不吃饭呢 那也就是说 那你的这个动性的食物摄入相对来说比较多 还是主食就相对少 再来看一条件是零食替代主食 这也不可取 多数的零食 就是多数大家喜欢吃的零食 都是高能量的 高糖的这样的食物 比如我们像说冰激凌 巧克力 蛋糕 这个奶油蛋糕 还有一些就是你喜欢吃的这些零食吧 那而主食呢 就是说正餐里边吃的东西呢 那都是我们说吃的粮食啊 蔬菜啊 像一些肉类啊 这些食物 那比较起来 如果说你零食 你虽然不吃正餐 你零食吃的多了 一样会带来很高的能量 嗯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像吃肉胖 吃鱼不发胖 这可能就是说多数的肉类 它所含的脂肪呢 都要比鱼类多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 那像有些鱼类 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比如鰻鱼 它一百克的这个鱼肉当中 它就含有大约十克的脂肪 而牛肉瘦的 纯瘦的牛肉 一百克牛肉里边 只有两点三克的脂肪 所以这也不是绝对的 嗯 好的 那问你再请教李大哥 就刚才您看了这些 就大家就是胖人减肥的这些说法 您有什么看法呢 对的胖人减肥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想 这么减肥 一天三餐 好好吃饭 完了去找时间去锻炼身体 这样就是最好的 如果说你坚持不了锻炼身体 那就不要再说减肥 看了这个方法也不行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口号来讲 是你自己不行 是你减肥的人本人不行 如果你确实想减肥 锻炼身体 其实减肥啊 没有什么秘诀 就是我们正常人吃什么 减肥的时候呢 吃的结构还是那样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在数量上呢 我们要有所控制 我这有一张这个电脑上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张图上呢 就是说在在这一侧呢 所有的这些数据呢 就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给正常人群的一个食物的摄入量 那在这一侧呢 就是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减肥的时候 要控制一些能量的一个食物的摄入量 大家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骨类的食物适当的减少一些 蔬菜和水果并没有减少 然后肉类的食物适当减少一些 卤类的牛奶呢 我们就把它换成脱脂的或者低脂的牛奶 让烹调油再少用一些 那这个就是一个减肥式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基本的一个方法 基本的方法 就是说减肥的最基本的原则 实际上就是说 第一是低能量的平衡膳食 就是说它的能量要比你需要的要低一些 第二个就是要多做你喜欢的运动 因为只有你喜欢你才能多做 第三个呢 就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是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李大哥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告诉大家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受什么压力 就去向老人请教 请教一下老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像他们现在需要减肥的这个年龄段 你们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吃的是什么 当老人告诉他 我们在那个年代吃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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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定量几两油 定量几两肉 你就按老人那个食谱去吃饭 瘦了 OK没有问题 河北王女士问 想要减肥的话 一日三餐的量是多少 一日三餐的数量 这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 那些个子大的 体力活动多的多吃一些 个子小的呢 就少吃一些 那我这有一个呢 就是这一日的食物的一个内容 电脑上面显示的呢 是大约是在一千五百多千卡的能量左右 那就是说适合于一般的人群 在减肥的时候呢 适当的控制一下饮食 那么我就把它分成了早中晚三餐 中间呢都有一点小小的食物作为加餐 这样呢 食物的数量呢 摆在你按照这个吃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够 就是使你的能量会减少一些 我觉得就是反正这个减肥看来还是不能着急的 有一个持续渐进的一个过程 内蒙的云女士问 我特别喜欢吃油炸食品 我的体型呢 是上身瘦下身胖 怎样可以让身材匀称一些 女性肥胖一般都是臀部比较脂肪多 这种肥胖呢 它减肥的时候呢 也不容易减掉 那它不像男性的肚子大 它一减就减掉了 但是女性的肥胖呢 就不容易减 不过女性肥胖 她的对健康的这种危害程度 要比肚子大男性这种肥胖 危害程度也要稍微低一些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还是要控制饮食 就是减少那个能量的摄入 另外就是增加运动 肥胖或许已经让你失去信息 甚至危害到你的健康 减肥或许已经让你不堪重负 甚至放手病痛的折磨 你认为减肥很困难吗 有什么方法 使它在240天内减掉了120斤 它是怎么做到的 你也能用它的办法来减肥吗 健康之路 减肥症当时 下期播出